一块混凝土能不能浮在水面上 能 如果你把它做成船 是的 用混凝土做的船在历史上还真的就不少 而且如果没有他们那场著名的 《洛曼里登陆》也会实舍不少 大家好 我是火箭书 今天继续给你带来一项被遗忘的技术 混凝土船 它的诞生与发展 它的优势与劣势 它为什么没能活到现在呢 1848年 法国人约瑟夫·路易·朗贝尔 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混凝土船 这是一艘小型的滑艇 后来还被搬到了1855年的巴黎试卧会上 但朗贝尔的贡献 远不止一艘突发奇想的小船这么简单 实际上它正是钢筋水泥的发明者 是现代城市丛林的奠基人 所以你看到了吗 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并不可靠 铁座的飞机都能飘上天 混凝土咋就不能浮在水面上了呢 实际上相比起刚才用混凝土造船 那优势真不少 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钢材是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了 相比起传统的钢船混凝土船 所需要的钢材不到常规船只的一半 成为了一种理想的替代品 这便是它的第一个优势 节约钢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建造了12艘混凝土船 主要是为了评估它们的可行性 其中一艘长达132米 已经完全就不是朗贝尔当初的那种小打小闹了 到了1918年 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因为美国抓获了一名德国间谍 发现它偷走的竟然是完整的混凝土船的设计图和建造计划 到了二战 美国又建造了24艘长约111米的蒸汽动力混凝土船 并且在混凝土成分上就进一步的进行了创新 使这些船比一战期间建造的更为坚固 此外美国